美国在阿富汗的撤离行动陷入空前的混乱 仍然有为数不少的美国公民被困在阿富汗 面对各界的抨击 拜登再度为自己辩护 声称这是历史上最艰难的空域行动之一 对于撤军行动影响盟友信任以及质疑 拜登却表示他没有听到什么质疑的声音 目前各国都在克布尔机场进行紧急撤侨 相较于美军谨守机场 英国以及法国却积极到机场外的地方救人 英军有300人专门负责受困市区的国民 这批士兵飞体后数小时内已经在克布尔救出200人 法军也有类似的行动 美国国防部原本不准美军踏出机场半步 后来动用直升机到机场附近的饭店 救出100多位美国人 塔利班在短时间内夺下阿富汗政权 现在在城市内行军到处耀武扬威 而过去美国送给阿富汗政府军的大批武器 许多落到塔利班的手中 包括2000多辆装甲车 黑银直升机以及扫描音无人机等40多架飞机 不过塔利班的胜利却没有得到 同样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支持 ISIS发表声明批评塔利班 不是透过盛战拿下阿富汗 而是透过跟美国谈判夺下政权 因此是美国的代理人 未来可能对阿富汗发动攻击 命运多舛的阿富汗 接下来恐怕很难有安宁之日 记者综合报道